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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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是用這個眼鏡來操作電腦的 手動不了 這樣子啊 這個要拍一下 它是跟這個電腦 這個手動不了 怎麼都想著破一張眼鏡了 只有給著連乾光啊 OKOK 我才不太太好 那我要不要說話現在 當然要啊 你等它準備好先 可以了已經可以了 那現在我這個就是靠這個眼鏡來操控這個電腦 像這個眼睛上有一個反光點 這個反光點呢它是跟電腦上的這個人 這個這個頭帶頭控鼠標的這個 這個上面這個軟件 硬件是在連在一起的 那我呢就是你看這個鼠標一到這裡 就可以它是在設定零點幾秒 就可以點擊這樣子 就是跟手的模擬是一樣的 那這個商品通用名要頭帶鼠標 要頭控鼠標 你要加雙機這樣子來幫我登錄一下 你真的沒有不要登錄微信 你就打開一個文件錄音的狀態 不要登錄微信 打開一個文件你就是面子 錄音就是這樣子 一點一點就開始錄音了 我說就錄進去了 那這裡就看到的就是聲音的頻道 平時要是錄好了 哪裡錯了 那就這樣暫停 你暫停了一錯了的話就可以剪 把錯的剪掉 相對來講像這樣工作也不是這麼那麼難的 那就是錄好了自己重新聽 你點這個重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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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始聽那就是可以 他就聽到了 你看這是 比如說那這裡 比如說這段是錯的 那就把它刪除 選中 然後這個編輯 你刪除就是這樣子 其實我工作呢就是錄好了 然後錯的就把它刪掉 重新錄 基本上就是這種工作狀態 他那個有一個接收 等於說反射回去 有一個接收 他這個來完成一個 你看他這裡 這個就是這樣子的 這個點 你看他就能夠 能夠在這裡 你看我的頭一搖 因為手完全不能動 是啊 給個細節 手指可以的 完全不能動 所以說打字靠手的話是不可能完成的 所以基本上就是我的所有的工作 都是靠這個眼鏡 就是都是用眼鏡來 眼鏡來點擊 都是看 就是 比如說這個屏幕鍵盤 像打字一樣 是這樣 是這樣 你丟一門警察 我可以出去了 剩下了 打個字給你看一下 基本上就是我這樣子 你要打個你好就是這樣子 不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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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了吧 那你確定這是1 那0.1 你這個只要 那是只要在上面停留夠久 他就會自己解釋 因為他是設定的 現在我就用慣了 都是就 設到最快 最快呢 都是0.1秒 這樣子 就一停下來 他就停了 如果說 平時要是 那我在不工作 就是在不使用光標的時候 你看 這個就是綠色的就開始 哦 綠色的就開始 你就開始打字 你要停 不停的他就不斷打 他就 你得不停的動不停的打 這樣子 就累 但是你挺累的 你不想打字了 你想停了 那你就把這個停止 就紅色了 你就 你到哪裡 他都不會點的 這個就是停止的狀態 一般來講 這個軟件是美國那邊生產的 我們國內還沒有 所以說國內的好多 現在這個頸椎三四 就是頸椎五節以上 手動不了的 這些殘疾人朋友 一般都是用這個軟件 用這個硬件 就是叫頭控鼠標 它只要是這個 它是哪個是這個 這個東西 這個 用了有十幾年了 以前的話我在電台裡面 我寫的這個節目稿 那都是靠我說 然後旁邊 以前請的人 請的我的這個小助手 那都是得 起碼都得初衷以上 不說他能夠幫我 把這個文字記錄下來才行 所以那時候就相當辛苦了 現在的話 我就基本上 工作基本上都是由我自己來完成 上面打開電腦 我裡面這些文件呢 都是我自己的 應該像我從02年開始到現在的 這個節目稿件 有限時間的 那都是我自己打的 這麼多年 都是用這個頭帶鼠標打的 所以也好多內容吧 像每一期裡面都可以打開 那你看一期節目得有六千次這樣子 那我基本上都是躺在手上 用這個 用這個來編 所以都 相對來講吧 我覺得用這個頭控鼠標幹活 是比較方便的 嗯 工作就是這樣子工作的 就是我錄音就是這樣子一個呈現 嗯 然後然後錄好了之後呢 我就重聽 聽一遍哪裡錯的 就把它刪掉 做好了就另存位 就發給電臺就可以了 OK 嗯 因為你要給我給吧 嗯 怎麼帶手的不一兩錢呢 只有給的連隔光 但我才沒事 沒事沒事 不行 那我要不要說話現在 當然要啊 你等一下準備好 現在我這個就是靠這個眼鏡 來操控這個電腦 嗯 像這個眼鏡上有一個反光點 這個反光點呢 它是跟電腦上的這個軟 這個這個頭帶鼠頭 頭控鼠標的這個 這個上面這個軟件 這個軟件是在連在一起的 那我呢就是你看 這個鼠標一到這裡 就可以 它這樣設定零點幾秒 就可以 所以 點擊這樣子 就是跟 手的模擬是一樣的 它這個 通用名叫 頭帶鼠標 要 要頭控鼠標 你要像 雙機這樣子 幫我登錄一下 你真的沒有必要登錄微信 你就打開一個文件 錄音的狀態 不要登錄微信 對 打開一個文件 自己重新聽 點這個重聽 開始聽 那就可以 它就聽到了 比如說那這裡 比如說這一段是錯的 那就把它刪除 選中 這個編輯 嗯 刪除就是這樣子 意思 我工作呢就是錄好了 然後錯的就把它刪掉 重新錄 基本上就是這種工作狀態 你這樣 你這樣 有必要介紹一下這個 這個 頭控鼠標 它的原理 小陳 這裡 這個眼鏡 它不是一個 這裡有一個 反光片 你給一個細節 這裡有一個 反光片 它是利用這個 反光片跟那個 對 那個有一個接收 等於說反射回去 有一個接收 它這個來完成 可以的 你看 它這裡 這個是這樣子的 這個點 那你看 它就能夠 能夠在這裡 你看我的頭 光標的移動 就等於是我的手指 移到哪裡呢 你確定 停下來 是用眼睛來控制 對 就是你看到這個 比如說我現在 就是要打個我們 那就是 用拼音 那就是 我們 那你確定就是移 那就點移 你這個 但是只要在上面 停留夠久 它就會自己點 因為它是設定的 現在我已經用慣了 都是設到最快 最快呢 都是0.1秒 這樣子 你停下來 它就停了 如果說 所以說平時要是 那如果再不工作 就是在不使用光標的時候 你看 這個是綠色的 就開始 開始 你就開始打字 你要停不停地 它就不斷打 它就 你得不停地動 不停地打 這樣子了 就累 而且你挺累的 你不想打字了 你想停了 那就把這個停止 就紅色了 你就移到哪裡 它都不會點的 這就是停止的狀態 一般來講 這個軟件是 美國那邊生產的 我們國內還沒有 所以說國內的好多 現在這個頸椎三四 就是頸椎五節以上 手動不了的 這些殘疾人朋友 一般都是用這個軟件 用這個硬件 就是叫頭控鼠標 它只要是這個 還是哪個 這個 這個東西 這個 看到了 對 看到了 就這個的話 你在上面 輸入的話 那在網上應該可以有 它有賣的 一般來講 這個呢 對這種 肌肉萎縮的 動不了的人 他呢 用這個的話 就可以 通過電腦 躺在床上 都能夠 進行跟別人交流 做一些工作 會好很多 我用這個 已經用了好多年了 用了有十幾年了 以前的話 我在電台裡面 我寫的這些節目稿 那都是靠我說 然後旁邊 以前請的人 請的我的 這個小助手 那都是得 起碼都得 初衷以上 我說他能夠 幫我把這個文字 記錄下來才行 所以那時候 就相當辛苦了 現在的話 我就基本上 工作基本上 都是由我自己來完成 讓你打開電腦 我裡面 這些文件呢 都是我自己的 好多年 應該像我從02年開始到現在的 這個節目稿件 旅行時間的 那都是我自己打的 這麼多年 都是用這個頭帶鼠標打的 所以也好多內容的 像每一期裡面 也這個內容編好 需要怎麼播怎麼編 編好了之後呢 我就開始 就像你看我 比如說 這期節目 我就是編好之後 我就這樣子錄音了 我是這樣子對著 你看我平時是這樣子的 嗯 我就開始錄音了 你看點開 點開之後我就對著讀 一般都是念